大陆铁道部最近公布了一份财务报告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上半年 铁道部所属企业总负债已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 在723特大动车追尾事故 暴露出中国铁路的安全问题之后 铁道部的财务状况也越发引起人们的担忧 专家指出 铁道部背负巨额债务 自身还债能力弱 有可能出现银行坏账 最终由全民买单 这份铁道部2011年上半年 主要财务及经营数据报告 刊登在上海清算所的网站上 由铁道部财务司制作完成 报告说 中国铁路企业总负债 在2011年上半年 已经首次超过2万亿元 负债率接近六成 达58.53% 报告还显示 铁道部所属运输企业上半年 营业总收入为3525.5亿元 盈利42.9亿元 但大陆财新网援引知名投资界人士 贝勒斯的分析 铁道部上半年的利润 并没有扣除铁路部门 征收的铁路建设基金 贝勒斯推算 上半年的税后铁路建设基金 至少有300亿元 如果扣除这一项 铁道部上半年实际上 至少亏损250亿元 9月23号 永温县发生特大动车追尾事故之后 当局在事后 仅数小时就宣布停止搜救 忙于抢修线路 恢复通车 激发了极大民愤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 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分析指出 当局的这一做法 也反映出铁道部财务状况不好 近年来铁道部大搞铁路大跃进 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当局将大批资金投入高铁建设 铁道部的资产负债迅速增加 而铁道部的贪腐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仅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就涉及贪污28亿美元巨款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 扎大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 动车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铁道部管理方式的质疑 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 铁道部才能重新回到战事 他怀疑铁道部的业务是否能产生足够多的自由现金流 以偿还借款利息 谢田教授也指出 因为事故当局被迫把高铁的运营速度降低 这又加剧了来自航空公路的竞争 而且这个事故让很多人越来越认识到 大陆高铁不安全 据贝勒斯测算 铁道部2011年需要还本付稀至少2500亿元 而它的经营现金流大约为2000亿元 存在多达500亿元的亏控 王志浩和其他分析师则怀疑 大陆财政部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 对铁道部进行政府注资来插手干预 大陆知名财经评论人吴志冯在博客文章 铁道部欠的2万亿怎么还中盘到 两年前铁道部总负债才1.3万亿 债务总额急剧膨胀是因为高铁大跃进 而现在高铁盈利遥遥无期 很难想象这笔债务该怎么还 他指出也许最后买单的是你我他 新唐人记者刘慧 李谦 王明宇采访报道